云维山被公子宇正面撞上,出不及防之下的慌乱,她迅速被过身去,也波流转间思考着接下来的话术,她的紧张恐惧写在脸上,声音却依旧很稳地编着谎言,前一秒眼神警告哈亚斯证明了自己的立场,后一秒回头将如何展现给公子宇,眼睛的余光还一直观察紫衣的动向,一种简直会被过气的窒息感。 最后无风撤退,如是重负的轻叹一口气,然后迅速收拾自己,观众在这轻叹之下,将之前窒息的情绪舒展。 短短四分钟,于书新的演技以及演技高光,居然还能再上一层楼,简直是全剧目前最高能的对峙剧情。 云维山在这场危机中,保护着了所有人,只认不用死了,她可以继续任务,妹妹的死可以继续调查了,寒压四也不用为了她背叛无风。 今晚这场重头戏,于书新分别用眼泪,眼神,身姿,抬死,演出了云维山三面兽敌绝境,却毫不割裂,能观众完全沉浸其中,于书新的演技有了很大提升。